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都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我今天特别忙 但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我一直这些日子看委内瑞拉的一些新闻 但是我没有看到报道任何华人在那的一些信息 难道委内瑞拉出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吗 但是没有人去观问他 没有人去被遗忘的群体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非洲都有中国人 应该委内瑞拉应该会有中国人吧 怎么没有人报道呢 一直在这个马杜罗这个不要脸的独裁流氓 把20吨黄金转到俄罗斯以后 他的钱在美国也被冻结了 他还是赖了不下 但是我看到这个美国已经从苏利亚撤军回来了 准备可能是要出兵援助那边 不可能让他再继续做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他挺无耻的 让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还继续做 就是他应该找个手上去上吊我觉得 人也在这样的身份呢 还这么无耻 这是人民的悲哀 所以呢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有这样的 这个无耻流氓独裁 真的很感谢新西兰政府 让我们不会一天到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老百姓现在这个生活都没着肉 我觉得你看看他们都在接上抗议 太可怕了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 就算把这个独裁拉下来走向民主 他也有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的过程 反正是 这个吃苦头都是老百姓 老百姓一样都说苦必吊死 太可怜了 最近呢 美国和加拿大还有跟这个孟晚舟之间 是搞得很紧张 我发现这些事的这些新闻 我一直都很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 国与国之间撕逼 就是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人 曾经被监控的一些人就会拿出来 不能说既旗 反正是就是这个时候 就像美国这个月子中心似的 四年之前就就是就围捕他们了 现在开始起诉他 所以的 等于是这几年赚的钱 全部都没收了以后 还要还要处理他 该做了做了做完了 老可能就滚回中国 所以国与国之间撕逼有一些 他就要抓几个 抓几个百姓 你看中国不是也抓加拿大的吗 然后当然说他犯罪了 到底是怎么犯 为什么不早抓呢 我这个 这个 所以说这些这些事情都 老百姓的是属于吃瓜群众 只能从外表看 但是其实也可以分析 因为不是一两次这么多年 看着这些新闻 回忆一下 真的是 所以呢 这个 至少我自己 我也希望那些 像我一样的普通老百姓 你们就是想过个好日子 就是如果你们 在国外的话 一定不要 违反当地的法律 一定不要再 去帮什么人 去弄什么情报 太危险了 然后早晚就被人抓 人家都是在 就像那个 风筝一样 他个神 院在他手里 他想什么时候救你 什么时候救你 所以呢 就是做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 就是做像我这样 就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你看新闻 也像吃瓜群众 也只是看看而已 消磨时光 是吧 所以呢 一边在那儿 院子里边拔着草 一边听着新闻 听着听 什么也干不了 这种 我们这样 对政府没什么威胁 所以呢 政府也懒得理你 所以呢 就平平淡淡地过日了 我觉得现在 其实最幸福的 不是有钱人 不是有权人 而是最普通的人 是最幸福的 但是当普通人 也干不了 有大事 最近我看着郭文贵 这个视频播的挺火爆 前两天看了 看了几个 哎呀 这个搞的动作挺大 他要干大事 天哪 这个世界怎么了 CRAZY 老百姓就是想安居乐 我每天没有什么想法 看看这些各个国家 这些富人 这些最高层次的这些事情 也不容易 当总理也不容易 然后呢 我就觉得做普通百姓 是最幸福的 所以希望大家 我看了这最近抓的这些人 都是想 你看在月子中心 他想干一番事业 干大事 然后呢 这个澳洲这个是做情报 间谍 这是职业都不好玩 我是不会去做的 然后呢 小孩那么点 直接在机场人 待了 人家现在有一种监控系统 你一偷情报 人家那边就发情报了 你知道 我们现在的科学太厉害了 然后呢 那个 加拿大那边也是的 一个 澳洲 澳洲那边也是的 那个身份给取消 入籍不让入 你看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中国人 反正是惊心动魄 那个好莱坞大片一样 咱们虽然不知道 那更深层的是 什么情况 只是看看 但是就是 千言万语 哎呀 老百姓就想过个好日子 无论在哪个国家待着 千万在这个时候 你更不能去做什么事 我觉得现在移民 也不是一个最佳时间 不是 你看 现在美国已经通知 这个所有的医疗系统 就卫生部 就说 针对中国人 再来生孩子 不接待 对不起 不接待 因为他不知道 我们谁能跑 谁 谁跑单了 跑路了 所以呢 你看那些 正儿把劲想买单的人 也没有机会了 这个东西不是别的 自己就处理了 这个生孩子还得上医院 是吧 所以你看到没 就是 哎 我觉得这个 无论我们在国外待多长时间 因为国家之间死必 我们也会受到歧视 国家之间有什么事 也会受到歧视 这是令我们的 非常郁闷的一件事 真的都希望 那些 就像马 就是魏内瑞拉似的 你明明不做不好 人家都 百分之百的人都抗议你 都推翻了你了 要不然你找个商业上吊去吧 是吧 要不然你就改正 你调整 调整以后还可以 还可以掌权 又不想调整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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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干 这个人神共分了 你还 你还 还想干 你说你说你说 你说多么不要脸 是吧 你让百姓都没有好日子过 你都水深火热的 你还干什么干 全世界都 就 就痛恨 知道吧 让邻居都帮着 要往死里干 要往死里干 你还 所以 所以 哎呀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搞政治的人 要碰到这样的人 也是挺 挺恶心的 这是他们 人民的悲哀 人民的悲哀 看到他们 我就想 哎呀 新西兰政府真好 美国政府也好 他爱他们的人民 人民不用这样子 生活在水深火之路 多好 但是 这个 北极雄挺讨厌 关键时候 他就趁火打劫 二十堆黄金 都给拉走了 我觉得他挺 挺不地道的 这是我一个 家庭主妇看的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 就是 无论你们在哪里 都好好的过日的 上帝祝福你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